昨天晚间十点多在新北市三重发生了一起接仇斗殴事件 那么根据了解呢 其实双方只为了区区三千元的债务纠纷 就因此聚重斗殴 好 民众发现之后立刻报警来处理 警方赶到现场除了是把伤者送医 同时也掉约周边监视器 很快是在三个小时之内 把14名的涉案嫌犯统统逮捕 嫌犯看着白色自小客车 其余同伴则是骑乘机车抵达现场 找到被害人就是下手猛K 民众眼见状况不对赶紧报警 警方到达后眼见少年被打伤 赶紧将他送医 事发现场路边停放的机车整排被推倒 就连花盆也被打破 显见当时冲突有多激烈 就在18号晚间十点多 新北市三重三明街跟中正北路口 发生了一起伤害案件 根据警方调查被打的跟打人的 一起从事交友配对工作 日前才帮一名女子配对成功 收到六千块钱两人平分 其中一个人收了钱 却一毛都不分给同伴 两人网络开枪还不够 最后六人斗殴 17月少年没拿到钱还被打伤 送医后头部背部都受伤 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而警方已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 扩大追查 三个小时内逮捕涉案的14名犯嫌 以妨害秩序 还有伤害等罪嫌疑送法办 该负刑则逃不了 记者 众好报道